最近火爆的延续攻略,不仅很红了默默无闻的吴锦言,徐凯,王愿可等年轻演员,也让一些老戏鼓再度走红,比如,秦兰,聂远,舌诗曼等等,虽然他们没有影,杨幂,范冰冰,黄晓明,陆寒的颜值, 但他们却靠演技证明了自己,而今天说,对这位老戏鼓,他是国家一级演员,演技不输刘晓庆,年轻时比范冰冰还漂亮,而婚嫁同是国家一级演员的刘之斌,他就是儒品,1966年9月19日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儒品,从小就喜欢阅读,从话剧团业余培训班开始一步一步进入话剧团, 后又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,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影视演员,虽然出的较早,但成名却有点晚 1995年,达当刘晓庆,陈宝国主演电视剧《物责天中的上官婉儿》,凭借美貌,只会并存在上官婉儿一举成名,之后,达当思勤高安,陈宝明主演历史剧《康熙王朝》,在剧中饰演苏玛拉姑,这部电视剧让他事业达到巅峰,之后,代表桌游, 《梦顿紫禁城》,《恩情》,《苦菜花》,《大哈天子三》,《招局初赛》,《奢相夫人》,《养父》,《楚留香心传》,《阳光下的霸体》等等, 如平至今有过两段婚姻,1997年因拍戏认识了现在老公刘之斌,1999年两人结婚,结婚后老公被如平隐藏了整整19年,当时的他们都有一段失败的婚姻,如平带着雨前夫的女儿,而刘之斌带着雨前妻的儿子,一家四口生活在一起,如今52岁的如平, 虽然现在的她都是出影一些小角色,妈妈角色,但却始终没有掩盖她一流的演技,现在一家四口都是演员了,女儿希望,不仅演技好,长得比妈妈还美,这次刘思波,不仅有帅气注重的外形,而且演技还得到了十丽派父母的真传,最后,祝福她。